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 邱曉雯選手 邱曉雯選手他目前是 龍台農工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這是一個柔韌動作 繩子的話我們除了看他身體動作以外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繩子主要的技術主動作的話 有小拋繩 轉動 然後八字 然後一些老洞 像現在這個就是一個老洞 喔 失敗了 這要扣十十分 是一個旋轉 這三個 零點三個跳 不過我們可惜要第三個完成的東西很好 這個是小繞繩 結束動作有點可惜 他應該是要用不用手的操作去接到那個手具 但是可惜那個手具接得不是很漂亮 我們在韻律體操呢 在裁判的計分方面大概分了三個部分 對 那主要是以難度 藝術跟實施三個部分 那難度的話跟藝術分占十分 那最後加總起來會除以二 然後最後十十分 就是完成分的話十分 所以滿分是二十分 那他整套動作上面呢 雖然覺得他有哪些比較大的瑕疵 我覺得他比較大就是 雖然他跳步的高度還不錯 可是很可惜那個形體還沒有到很正確 就是腳啊 應該要收起來的地方 收得不是很好 還有他的腳尖膝蓋 還要再多加油 不過他目前才高中二年級而已 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高中二年級大概是十六歲的年齡 那一般來講 韻律體操的選手大概可以 可以到差不多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對 那他現在目前 坐在等待區等待分數 應該是很緊張的 對 其實選手在這一刻 心裡面是最忐忑的 對 過程當中 那大概不到一分半鐘左右的這個音樂裡面 他的呈現 他自己非常清楚 但是呢 最後 總是要見公婆 對 沒錯 那個成績 就是要一翻兩瞪眼 而且他又是第一個出來 中二代 邱曉文 成績 十二點八七五 十二點八七 他的難度分數是四點二 哦 對